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大展宏图 反观两岸关系却仍陷入一团迷雾 台湾的首富郭台铭说非必要不会再回台湾投资 连前总统陈水扁也批评蔡英文比马英九还不如 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民调 蔡英文的支持率已经下滑到了历史新低 只剩21% 尽管政策受到质疑 但是蔡英文推动改革的决心却似乎是无人能敌 强调高达8800亿新台币的前瞻计划绝对不是随便做作而已 另一方面面对北京在国际上的处处打压 蔡英文也没有在怕她提出所谓的新南向 那么究竟所谓蔡英文的前瞻计划和新南向政策 将把台湾带向何方呢 北京一方面祭出了穷台策略 一方面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这些招数是否正在奏效 不断被边缘化的台湾出路就定在哪里 那么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了旺报的社长黄青龙 台市大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还有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员赵岩三位 与你一同集思广益 我想先请教来宾之前介绍一下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呢 是台湾蔡英文政府推行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 期望带头强化投资的功能 带动整体经济成长的潜能 整体的计划包括了五大建设计划 绿能建设 数位建设 水环境建设 轨道建设 还有城乡建设 规划以8年的时间投入总经费 大约是新台币8824.9亿元 行政院估计可以增加民间投资产值 约新台币1兆7777.3亿元 先请教在台北的范教授 跟我们介绍一下蔡英文的前瞻计划 为什么会好像目前引起的台湾民间 很大的一个质疑 包括民调也不太支持呢 范教授 对 我们看到TBS的民调 对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不支持的民众的民调是高过支持的 而且曾经有问到如果是要用一个赤字的方式 来推动前瞻基础建设 更多的民众是不支持的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因为台湾这个月才刚刚缴税 才刚缴完 所以大家觉得荷包缩水不少 那台湾民众经过这几年的民主化发展之后 大家其实上过去 你说什么公共建设 或者是什么盖什么铁路 盖捷运 大家会觉得说都给你鼓掌 可是现在大家因为整个财政也不好 那台湾的经济也不好 那大家会觉得说 你的钱是不是有用在这个刀口上 因为他这次的钱在基础建设 8800多亿 其中一半的钱是用在所谓的轨道建设 那很多轨道建设可能是要用在 例如说轻轨 或者是在高雄要盖捷运 桃园市也要盖捷运 但是我们知道 目前看起来像高雄市的捷运 因为高雄市 它的这个路很宽 开车很方便 停车很方便 骑摩托车更方便 所以捷运的使用量 其实除了观光客之外 一般当地的民众并不多 所以很多人担心 如果再盖这个捷运 会不会变成蚊子捷运 当然高雄市真的不是说 因为现在搭乘人不多 是因为它的路网 没有建构起来 所以我们还要再盖捷运 那变成就变成是这个 带生机跟机身蛋的问题 那大家会觉得说 这会不会又会 重蹈这个现在的 这些捷运的一些负责 包括现在高雄也有轻轨 搭乘人也不多 所以这是因为 它这个生活形态的问题 高雄市跟台北市 其实很多生活形态不一样 那高雄的 它的这个城市的发展 模式跟台北也不同 所以台北的捷运会成功 到高雄会不会也成功 这大家所质疑的地方 那所以大家会觉得 这个八千八百亿 会不会又是一种绑装 政治绑装 因为看到这次 这个比较多的县市 都是民进党 可以说是第一次 执政的县市 包含像台中市 台中的捷运 桃园市 基隆市 新竹市 那很多国民党都批评说 这好像是一种政治绑标 因为明年台湾 就要再进行 这个县市长的投票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这几个县市 是长期都是国民党执政 那好不容易在2014年 民进党执政了 所以好像蔡英文 用了这个钱瞻建设 想要来做一个 好像这个所谓的 选举的一个买票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公共工程的绑装 这个就被质疑起来了 所以我认为台湾的老百姓 在这次的钱瞻 基础建设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理性的 大家会认为说 过去这种撒钱的方式 可能会有民众支持 可是现在我觉得 大家明智已开 大家是看的是 你有没有 真的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所以包含了像这个 你连民进党的里面的 一些人士 其实在也并不是很满意 这个钱单基础建设 而且认为啊 应该要重新检讨 但有一些部分 民众是支持的 包含像水环境啊 包含像这个绿能啊 那大家认为 这个是应该要做 但是铁道这个 这个特别是这个轻轨 或者捷运 很多这个连民进党 内部的人士都认为说 应该要做好好思考 因为这个钱砸下去 不是只是说盖个铁路 而是你未来 你这些捷运 这些轻轨 你的维持的费用是很高 这是个无底洞 这是个黑洞 那全民要来买单吗 这是大家所担心的地方 好 先范教授 那么除了前瞻计划之外呢 另一方面 蔡英文在外交上 也推行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主要也是锁定 刚才我们提到的 中国一带一路 包括的巴基斯坦 尼泊尔 布丹 印度 穆加拉斯里兰卡 等东南亚国家 那么内容包括了 推动台湾与东南亚 南亚的双边投资 支持台湾和东南亚 南亚的双边旅游 开放对东南亚国家的签证 还有成立东亚及南亚 研究智库 培育了解东南亚 和南亚市场的台湾人才等等 我想请教黄社长的事 我们看到这个前瞻 它也是一种基建 基础建设 现在美国也在搞基础建设 然后谈到这个新南向 也是好像往东南亚国家去发展 这好像也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 但是为什么 很多民意却反对 认为说蔡英文不能奏效 您的分析 黄社长 我想先讲前瞻的部分 其实台湾现在过去 经过民主化 从1996年总统民选之后 那么整个的 这个政府的预算 那出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这个资源 投入的比重的失衡 那么具体的讲就是说 现在政府行政院的 这个总预算 放在经济建设的比例 是逐年的下降 那么哪一个比例提高了呢 就是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现在占到 整个的这个政府总预算当中的 这个比重 已经是数一数二了 那经济建设呢 它是一个长期的 有助于整个的产业发展 那么也包括就业等等 那我想蔡政府所看到的 她可能也看到了 这个安倍政府的三支箭的一个做法 那么也认为说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政府资金的一个投入 特别是我们知道经济成长 那么外销消费跟这个资金跟这个投资 这三架马车 那么现在外销是很难操纵在台湾自己的手上 那么消费的部分 台湾的市场本身是太小的 那投资 投资现在民间投资意愿 并不是太高 那只能由政府来带头 那我想总总的来讲 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不能说它是错的 只是说刚刚范教授讲的都没有错 我都非常的同意 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计划 包括说它的重点项目 包括它的这一个所谓的内部的沟通 这个大有改进 那我想台湾既然是一个民主多元开放的社会 那么这些讨论的过程 应该就是说避免 我们为了一个正确而好的一个政策 但是结果因为在决策上的过于仓促 发生错误 那么希望这样的过程 能够有一个扭转的一个作用 就是在前瞻的部分 新南向的部分 那么我想一开始 蔡政府提出新南向的出发点 应该说政治的考量是很重是很大的 那很简单就是说 希望能够减少整个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经济对中国大陆的过度的依赖 这个从风险的角度来说 无可厚非 那么这是一个部分 那有人就质疑说 那现在李登辉时代的南向政策 已经证明是失败了 那难道还要再失败一次吗 这两者的确是有区别 有区别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当年这个推南向政策的时候 正好是如果大陆整个经济要崛起 要腾飞的时候 那么东南亚反而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所以那个是一个逆势的一个做法 所以事实上这个政府虽然想要用当时的南向 来扭转台商的西径 但事实上台商还是纷纷过去了 而现在的这个环境变化的原因是 已经有非常多的企业 甚至包括大陆的企业 都因为大陆本身的整个生产成本的提高 那么也都转向到东南亚去 那么同时整个东南亚如果扩展到南亚的印度的话 那么也是在过去几年跟未来几年 全世界所公认的一个高经济成长 足以成为全球前几大的经济板块的一个地方 所以的确不只是台湾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 那么很多方面都已经南向了 这样的一个南向应该说是更顺势而为 那么跟前一阶段的南向是不同的 那么你从一个角度来看 作为一个分散的这个市场本身 我刚讲也是符合决策理性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台湾在东南亚地区 就是所谓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台湾本身是没有这个正式的邦交的国际 那么台湾现在的能量跟90年代李登辉当时推动实质外交 在东南亚地区的能够影响的面向 也跟过去不可同日而已 而且大陆的包括大陆的企业 现在东南亚的这种活动能量 应该说也远高于当年的一个情况 所以新南向政策要做得好 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说它会形成一种矛盾 就是说大前提是方向要分散 对经济过度以来大陆 这个方向是理性的 但是大前提是你的新南向要成功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跟大陆的关系是友好的 这样的情况才能够给大陆在方方面 对台湾新南向的一个阻挠 两个以上 好的 谢谢黄社长 你把时间交给博弈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那么我们还有线上的赵岩先生在华府 您对于这个新南向的政策 或者说台湾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南向 有办法能够突破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这种外交封锁吗 我觉得台湾应该走自己的路 因为它自己的经济实力 教育实力和这个文化的实力 和政治实力 应该跟以色列有差不多的比较 那么它应该不自己 不应该网自飞驳 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政治实体 也是一个国家实体 那么向南向北向西 都是它的选项 关键就是看蔡英文具体怎么操作 好的 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 很快来接电话 桃园的陈先生您好 桃园陈先生请讲 你好 我想这么说 看起来是中共经济的七十五期 然后这个计划不见得会成功 拖大家下雪的几率很大 它的所谓四仇之路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计划成长 因为它要得到对方国家的同意 对方国家都没有任何同意的之下 它怎么会有任何的计划呢 好的 谢谢桃园陈先生抱歉 今天接听电话时间比较简短 再接一位宁夏的高先生 您只有一两句话了 高先生听到的话请讲 好 这个以前成水点当选的时候 岛内有一种奇谈怪论 说是台湾人的骨头和大陆人的骨头不一样 跟这个东南亚人的骨头有点近似 说是古秘都怎么样 现在又搞什么新南下 我不知道这又要搞出什么民抗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夏高先生很抱歉 今天时间就是大家都分析得非常深入 所以时间也比较紧凑 最后我留三分钟想要给大家来谈一下 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0年 因为下个礼拜六就是7月1号了 我想先请在华盛顿赵医生 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 这个香港主权移交 您认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第一是习近平肯定是在 出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主席 第一次去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对香港失去了控制 从18大以来 他没有 就是他在18大之前 作为港澳领导小组 他也没占过港澳领导小组的 权力的任何感觉 18大以后他交给张德江了 那么他也没有 因为我在香港我知道他连一张香港军事地图的防目布控和这个银盘住址 他想看这张图 范长龙不给他 张德江也不给他 港澳办也不给他 张晓明也不给他 所以他很生气 这次去回来必然有 他去必然有一个在两天之内必然有一个激烈的争夺 这是第一个看点 第二个看点 习近平去中共的腐败家族在那就是那惊心动魄的那个害怕 这是一定存在的 他们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围剿习近平 这是一定的 要好看 因为中央警卫局现在已经去了很多人 据说去了3000多人 公安部也去了很多人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腐败的家族张高丽张德江 刘亦山要联系三胖到那给习近平出仇 这个仇怎么出拭目以待 谢谢赵燕先生 王岐龙社长 我想香港回归20年 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大概可以确定的一点 就是说他作为一国两制 要垂范台湾 应该说他的这个目标是没有达成的 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那么邓小平当年讲到说香港50年不变 那么现在已经过了20年 那未来的30年 如果我们以这个回归20年作为指标的话 可能将来要更加的关注 就是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 那么今年在两会的时候 那么李克强已经把他正式报告 作为所谓的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一 那么将来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是不是还能够维持 他的一个国际界金融的城市的一个角色 还是会被大陆整个这个粤港澳区 整个更加的吸纳 那么到了1947年 也就是回归50周年的时候 在香港本身是不是还是一国两制 还是说甚至会变成一国一制 这个我想是值得长期来观察的 好的谢谢黄社长 范教授 对我们知道这次的香港回归20周年 可以说是关热民冷 特别是香港民众对于自己 是不是中国的认同也是创下最低 那香港跟这个 跟这个中共北京之间的对立 也是非常的尖锐啊那当然这是大家看的就是说 习近平会不会见所谓的民主派人士 大家都说外船有可能见那如果见的话 当然我会觉得会比较舒缓中港之间的矛盾 但是呢看如果不见的话我觉得那个矛盾还会存在 那会不会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抗争 这个也可以值得观察 特别就是说张德江的角色 因为张德江是港澳小组的组长 可是我们知道去年香港的城报 曾经好几个月不断的批评说张德江还有梁振英 什么回港四人帮 就表示说据说这个背后是习近平在动员的 所以习近平跟张德江的关系 在这次我觉得似乎会不会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我也值得观察 第三个就是这次的辽宁舰 据说要到这个香港去访问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那甚至可能会经过台湾海峡 这也是我们台湾目前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它到了这个维多利亚港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也是值得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还有台识大政治员与右手的教授范世平教授 还有我们今天透过17年 现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望报社长黄青龙社长 以及在华盛顿现场参与 今天晚海峡论坛节目的赵言赵先生 感谢三位来宾和博弈 那么今晚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 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海峡论坛 在脸书还有YouTube上的视频 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 而下个星期六7月1号的VOA卫视 我们将推出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特别节目 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 并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